欢迎来到公川河野的清酒配菜搭配频道 这次我想介绍Volume 37黑糖烧酒Takakura 所以我们来介绍的清酒是红糖烧酒高餐 今天我们来介绍的高葱 我介绍一下 高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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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公,长盘社长j 获得多项清酒资格 Kazuya Mekawa的烧酒和配菜配饿频道100级清酒 闫 Mär日黑糖烧酒 烧酒高仓 纵轴式烧酒的味道 高香 低香 在横轴上 味道简单 味道复杂 风味型 清淡型 字符型 浓郁型 我将把盐美黑糖烧酒高仓定位在这个位置 使用100%鹿尔岛县盐美产红糖的盐美大岛红糖烧酒 只允许在盐美本岛生产的盐美大岛酒 酒精度数为30度 它的价格昂贵 对于那些想尝一次红糖烧酒的人来说 这是我们绝对推荐的烧酒 其中高仓推荐给烧酒爱好者 特别是这种烧酒 特别是这种烧酒 黑糖烧酒是南北清澈的空气和从森林深处涌出的天然硬水 以盐美群岛出产的碱性天然食品红糖为原料制成的风味醇厚的烧酒 主要原料 它是用红糖做的淡布甜 说起盐美地区的酒就是正宗的烧酒 烧酒深受人们喜爱 据说红糖酒的根源是印度或泰国 原材料因产地而异 除了红糖还有用棕榆人和大米制成的蒸六酒 大约500年前这种制造方法被引入冲绳 之后它被介绍给盐美 现在的黑糖烧酒是通过改进和设计制造技术而诞生的 严美大岛曾经在琉球王朝的控制之下 江湖时代由萨摩金路尔岛县统治 战后由美国统治 根据日本酒税法 因为使用大米酒渠 所以不属于西洋酒桶烈酒作为正宗烧酒的酒税作为特例是允许的 严美的黑糖烧酒被称为日本狼母酒 具有其他烧酒所没有的独特风味 由此可见一斑 生产高仓的严美大岛酒造 将作为原料的红糖全部限制在严美大岛 甘蔗产量受当年台风干旱等天气条件影响较大 如果需要从县外采购 有些公司会从其他县采购 然而高仓是一个不妥协的烧酒 严美大岛酒造有可以参观的大型制造工厂 工厂对用水也很讲究 我们使用被称为严美大岛最好吃的漏斗天然水 从地下一百二十米抽出的天然水 此外还有红糖烧酒独有的工作流程 这是一种被称为Cocuto Yukai溶解红糖的制造方法 红糖一旦融化并用蒸汽冷却 将其与水一起添加到 以与普通清酒相同的方式制备的酒渠中 这就是黑糖烧酒的制造方法Cocuto Yukai 我将介绍如何美味地饮用 将水和烧酒一对一混合后饮用 这被称为TWICE UP 可口的 你可以在舌头上感觉到红糖的微甜 一股淡淡的香味会从你的鼻子里冒出来 它不甜 有锐度 如果你喜欢西方的白酒和烈酒 这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接下来是摇滚 它是用冰喝的 摇滚让口腔感觉有点清爽 或半锁 它被称为半锁 因为它包含冰和一对一的Mitsu Wari 甜味和苦味会有点温和 我的建议是TWICE UP 接下来是如何用热水喝 热水还是烧酒哪个先来 我先加入热水 然后加入红糖烧酒 先是苦了餐饭 然后是甜香升起 红糖烧酒发烧时先苦后甜 我们希望您喜欢这两个阶段的品味 什么样的零食适合搭配威士忌 这是正确的 是巧克力 这是将蔬菜浸泡在巧克力中 并食用的独特尝试 这是一种植物巧克力火锅 红糖烧酒的甜味和苦味与苦味香的一章 日语中的Bitten和英语中的苦味Bitter 是层次分明的 这是一种植物巧克力火锅 蛋黄酱并不是唯一适合搭配蔬菜的东西 蔬菜巧克力火锅和高仓很相配 接下来是用西红柿炖的猪肉玫瑰和栗子 颜美大岛式猪肉产地 番茄底料很好 另外是帕尔马甘洛 一种软而粘稠的奶酪 使烧酒感觉温和 苦巧克力 或者如果您想避免甜味 请将其余奶酪混合 很抱歉 真的很好吃 不用考虑搭配就很好吃 搭配这种奶酪是最好的 今天我要介绍一下我为什么要带奶酪 实际上我还获得了奶酪协调员的资格 我想积极地将清酒和烧酒与奶酪搭配在一起 从食物中挑选 清酒在法语中被称为Mariush 这种奶酪配什么酒好 是玛利亚 配对是相同的关系 所以这是公川河野的清酒和配菜配对频道 感谢您的频道注册和高度评价 另外请订阅我的妻子和年轻老板娘的频道 You are Real Khan Diary 并给它一个高分 下次我们将提出各种建议 以便您可以享用清酒和烧酒 在这个视频中见 谢谢您 再见 欢迎订阅 请订阅 您的驾嘅 请订阅 您的驾嘅